嘿,大家好,我是文艺叔叔 我再一次来到了新疆喀纳斯湖景区 我在喀纳斯湖的这个老村 你看清晨的老村,安静极了 这一次我就住在了喀纳斯湖老村的土瓦族小木屋里 在旅游旺季在喀纳斯湖景区一房难求的时候 我能有幸住在这样一间小木屋里 着实是一件幸运的事情 这间房虽然没有办法跟四星级五星级酒店相比 但是它一应俱全住起来还是很干净舒适的 重要的是这间房间的摆件和饰品都充满着土瓦族民族风情 是我比较喜欢的样子 来请大家跟我出门看一看我的这间小木屋 剩下十节睡在这样的小木屋里 夜里还要盖上被子 而且一定能嗅到松木的芬芳 有了这样一个舒适的落脚点 我就可以开开心心的游览喀纳斯湖景区了 你看这些饰品就是成吉思汉的后代 土瓦族人的民族风情 他们是一个勇敢善战 善滑雪能歌善舞的民族 所以住在他们的小木屋里 也是一种不错的体验 您觉得这间房大概需要多少钱 好嘞 我是文艺叔叔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